大家好 我是眼鏡阿貝 欸等一下 眼鏡阿貝 我怎麼今天第二集而已 就沒有女主角了 上次好妹子耶 怎麼會沒有 在那邊看我拍片喔 不想入鏡 今天穿這樣車 車衣是來cosplay就對了 桌上還有共同圖一張 欸不是啦 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太陽眼鏡 剛好我本身也有在騎腳道這運動 這樣會比較有情境 啊這個是等一下要用到的道具 我以為今天要砸墊 不開墊 那我問你喔 為什麼要戴太陽眼鏡 那還不簡單 就是平常看妹不容易被發現 這個是其中的一個功能而已啦 最主要是幹嘛 保護眼睛吧 欸對啦 保護眼睛 胖子外線 那除了這個呢 看眼鏡它其實還有 時尚的搭配 就是你什麼服裝 什麼場合 用什麼太陽眼鏡 那另外呢還有一個是 安全問題 安全問題 欸對 你看這邊有動作 等一下我們會 測試給大家看一下 那測試之前呢 來給大家看一下 什麼叫時尚 穿比基尼呢 戴太陽眼鏡也很好看 喔 等一下 沒有 這個很好看 等一下 別人這個 口味跟人家不太一樣喔 呵呵呵呵 阿靠 還沒中間嘛 喔 這個 對嘛 這個還正確 對嘛 不好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 女生呢 穿正式的套裝 戴上運動型太陽眼鏡就變成這樣 很怪 對 那我們換一下 好 那你看 套裝加上這個時尚的 古吉太陽眼鏡就很搭了 那像呢 我今天穿車衣 搭運動型就很搭了 所以呢 太陽眼鏡呢 除了是抗UV 它還有時尚的功能 好 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來做安全測試 來 這支給你 髮頭嗎 沒有啦 髮頭 髮頭你就不髮 髮頭 垂鏡片啦 看一下喔 這個是運動型的背片 好 瞧 我大了 使勁吃奶力 太大聲了 你看 完全沒有錯 幾年前 我有一個車友 他在騎山路 被逆向的 交車撞上 然後因為當時有戴著運動型 所以保護了他的眼睛 所以他眼睛就沒事 所以這個就是太陽眼鏡 它有一個安全性 下次會不會有客人啦 說 欸 三次五十 白灘就對了 好 再來我們講 實用性的太陽眼鏡 像這一支呢 叫套鏡 會不會套鏡呢 就是 我們近視眼鏡呢 可以不用把 再直接套上去 這樣就很方便 那現在場上呢 二次第二代 第二代 這個是會等下戴上去 噴掉那個光線的對不對 不是啦 注意看喔 它可以掀蓋 而且是深控 開 OK 厲害吧 但是現在下來是要手痛 只有這個呢 還可以用鼓掌 好嗎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也怎麼笑啊 廣告不實 就有一個人在那邊拉 沒有 波君一笑啦 就是我們在開車之後 過隧道 不用把眼鏡拿下來 直接換一下 不用再拿來拿去 我現在錄了一兩分鐘 你還是從頭到尾講幹話 什麼幹話 我只講有營養的話 然後現在開始講有營養的 這兩個鏡片 它看起來怎麼不一樣 一個比較亮而已 這個叫水面 這個沒有水面 這個水面 最早是用在滑雪 滑雪的話 因為如果出太陽 然後雪地 它會白色 要反射陽光 不是兩個太陽 這個 有顏色的鏡面還不夠 要把水面 像鏡子把它再反射回去 一般有水面 是很高度的 可以擋一些太陽陽光 最後我們來講一下 偏光鏡 偏光鏡非常適合在戶外 比如說釣魚 打告夫 讓我們知道物體 它多多少少會反射一些光線 到眼睛裡面 偏光鏡它就像百葉窗的原理 它是這樣子 45度這樣排 所以它讓光線進入的方向是統一的 就不會有眩光 當消除了眩光 視野變清晰 眼睛的壓力自然就變閃 所以長期在戶外活動的人 偏光鏡一定會比一般的太陽鏡 還會帶的比較舒服 但是它比較貴了一點點 好 來 駕頭走過來 我們現在做一個偏光鏡測試 來看一下 來 這個沒有汽車 好 起車出來 這個不是變魔術喔 這個很神奇耶 這個是偏光鏡的測試片 拿起來不見了 一般測試有沒有偏光鏡 就用這個來測試 喔 喔 拍完喔 OK 拍完 卡卡卡卡 OKOK 辛苦辛苦 拍完現在下班之後 要去騎勞車就對了 對啊 終點現在要運動 等一下這個裝備很齊全耶 當然啦 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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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可是重點你看你的那個 你已經沒有破了 當然啦 哈哈哈哈